告诉我你们刘云国的会合之处 否则 死 怎么运气这么快就用完了 算 好你不吃眼前亏 追 你们这帮鼠辈 是上官警派你们过来的吧 覆门之后有令 抓活的 把他拿下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大百合 接下来看你的了 好 真不知道覆门主怎么想的 竟然派我们去给一只鸟找遥 真是犹如我天字号杀手的招牌 小点声 这万一要是被覆门主听到 我们小命不复 我为你吃东西 你竟然咬我 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非考了你 我为你吃东西 你竟然咬我 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非考了你 你们刚几个志 慢着 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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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laiki 你给我 给自己 fired 给我 给我给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我听说青梦姐姐搬到金雷阁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 说来话长 大嫂说是七年前四国大赛的晚宴上 她被于作林算计 恰巧碰到了上官锦出手相救 所以他们就 总之 上官锦是南南的亲生父亲 这不可能 上官锦七年前眼睛都为好 她什么都看不见 她 她怎么可能会和青梦姐姐 收下去 收下去 你 你 那这下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 这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栏目 響栏目 也因此 我们下意见 上官协 对 他 欺人 拥答 16 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段雨雀被双颗藏在了内城 你都听到了 他们给楠楠下毒 然后以此来要挟你 我自己会解决好的 青鲁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更何况楠楠我早已视若亲自 可是 青鲁 你听着 无论什么问题 我们都要共同面对 你能解决的 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你解决不了的 我会替你解决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是你的专属暗夜尾 我都是你的专属暗夜尾 我认为你解决你 by 我认为你一识到